跟黄老猫画千千剪笔画 海洋里的小花伞水母 小朋友,你见过水母吗? 水母是一种非常漂亮的水生动物 我们画好水母的眼睛和嘴巴 再画出水母的伞盖 伞盖下沿画上花边 接着我们给水母画上好多条触手 它的触手和章鱼的不同 水母的触手更加柔软 感觉在随海浪漂浮 水母的身体主要成分是水 并且由内外两层组成 两层中间有一个很厚的胶层 这个胶层不但透明 而且有漂浮的作用 它们在运动时 利用体内喷水反射前进 远远望去就像一个个小圆伞 在水中跳舞 有些水母的伞上还带有各色的花纹 在蓝色的海洋里 曾经有一只狭水母被海浪冲上了岸 把这个水母的触手拉开 竟有74米长呢 水母都是食肉性的 喜欢吃浮游生物 小的假翘类 多毛类 甚至是小的鱼类 水母虽然长得美丽温顺 其实非常凶猛 水母一旦遇到猎物 从不会轻易放过 千千剪笔画 快快加入我们吧